因為醫療事故不幸成為殖民人的六歲周天愚 聽到姜濤的歌曲《夢著嘴說愛你的時候》 一度有反應 姜濤得色之後 不單止IG story 以影片隔空向小天愚打氣 更加向周爸爸發語音訊息關懷 很開心如果可以幫到你的話 因為其實我都是 都真的沒有做些什麼 所以真的想真心地和你們打氣鼓勵 希望疫情好回你那邊 我不知道醫院那邊的情況是怎樣 一旦可以探望的話 你就跟我說 我都會跟公司那邊說 如果OK的話 我都想過來 又以溫柔的語氣鼓勵小天愚 好啊你都幫我跟天愚說 姜濤哥哥要他快點好回來 加油 我們都會一直關注他 周爸爸非常感激姜濤 更加自己姜濤一句話 已經有很大的影響力